陸劇通 步步驚情 中续集魔咒 密谋Face of 烂梗 看到萤幕里面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在演戏 会先吓一跳吧 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这位是集团新鲜的模特小兰兰 这位是请宣布的设计师张小兰 武器人好镇静啊 都不会惊恶天啊 你们怎么要啊 网路剧透流传 流星师一人分尸两脚 其中的兰兰会毁容 然后Face of 和流星又展开四角链 莫非是有3D的编剧加入吗 可以期待移动DNA机出现吗 总之步步惊心的是集步步惊心吐槽点满载 这让观众自不能接受的就是若曦回到现代 竟然变成了戏黎 因为中国广电走织禁止穿越剧情 有关前世今生统统见光 第一天在中国收视 虽然破译可能是太失望了 隔天立刻跌到0.8 跟步步惊心最高接近3的收视率差很多 收视和网路点阅语 全都输给超新妹花道的公所连城 这滚楼地的画面好熟悉啊 就算不能穿越古今呼应一下总行吧 步步惊心出现了物品就这样挖宝给挖出来 算是合理 你这条命是我捡过来的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你别妄想能够自杀 你的命是我救的 没有我的命名 你不拒绝 也到了现代样的塞 我说深情 来不及 等不及回头欣赏 在这季经典 我要为你等于画面是一定要呈现的 原本观众寄望搜狐网路播出的原始妹山间版 可以看到四爷若曦格式冲锋 但搜狐直播的第四季 细节因为正策问题也不在更新原始版呢 英文的online传练的事实报导